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组织成立一年多来 涉足的领域主要和教育相关 例如为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补习 团队就希望让这些家境较差的小孩能有更好的起跑点 今天的诚心诚意一起去看这群义工是怎么帮助小朋友们顺利升学的 课室里一眼望去 如果没有仔细观察 可能会分布出谁是老师 谁是学生 Team Order由学生组成 主要的服务对象也是学生 去年一月开始 一共和盲恩社会服务合作 为小学一到六年级的学生补习 给予他们课业上的帮助 我的考试不好 我的课目不好 可能补习会帮我的PSL Emax 拉高啊 华语以前是B 现在跑到A了 就好了 不只教导 我们也去那边做他们所谓的哥哥姐姐们 所以我们所做的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情 是七天二十四小时的事情 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手机号码给他们 然后他们随时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学业无关 他们也会跟请教我们 那我们会跟他们说我们自己所知道的 这些哥哥姐姐们的教课方式也比较另类 他们会通过协商和奖励 长时间与学生建立默契 让原本蹦蹦跳跳的学生 也能够安分地坐在椅子上做功课 我们会买糖果 零食给他们吃 所以他们一边做一边吃 所以当他们做完后 我们就会跟他们讲 OK 我给你差不多十五分钟 我给你用电话 休息一下 因为你要奖励他们 他们才会甘愿地做 然后跟他们说 如果你不积极读书 以后你考PSLE的时候 有可能如果你拿到你不理想的成绩 你会很失望 然后他们听 他们就会有好像一点怕 然后他们就 OK OK 我会做的 义工和学生年龄相近 容易沟通 也能够互相理解 义工分享 让学生心甘情愿做功课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尊重他们的喜好 因为一些其他学生的学生会 请你坐下 然后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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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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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 这个有别于学校考试的另类成绩单 蕴含着他们个人的坚持 团队的力量 当然还有家人背后默默的支持 很多人都说 我一开始做这个 是因为名誉地位 因为做了这样多的义工 你会得到学校的认可 人家会讲你很好的 可是我自己是 我不受这些影响 我自己知道 很清楚地知道 为什么我要开始这个社团 我们有一个很理想的目标 外界怀疑的眼光并没有动摇社团发起了林玉生想要为社会贡献的热情 对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树里中学的学生来说 眼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学业和社团活动之间找到平衡点 24小时是不够的 因为我不但要整理好我自己的学业 我也要处理我的社团的事情 所以我不要求我学业要拿全部A 所以跟我的同班同学的成绩跟他们比的话 我应该不算一个很优秀 不算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我认为我不聪明 但是我要培养的是智慧 对于孩子的选择 玉生的母亲不仅没有阻止 反而全力支持 Danny has his own life He has to find meaning in his life We don't expect him to score A Minimum we ask of him is Do your studies and get upgraded Anywhere these days you can study almost anywhere and anytime The whole society and world is a big education on its own 许多人会认为16和17岁的青少年 不会那么懂事 是因为在现在的社会 许多青少年都是自重着学业 所以在这个当时 我们也忽略了许多其他的东西 对社会的了解也不多 所以如果青少年能够更多地接触到这种事件的话 我们就能够更了解其他人 然后也能一样优秀地把事情做得好 然后帮助别人 因为大家都是有那个能力的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晨光第一线》 如果你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者浏览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和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志音音 我们再会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